中寮铁路是中国与辽国共同合作的交通建设 在去年12月3号通车 当时辽国国家主席就期许能够在2027年之前来获利 如今通车已经满一个月 就有官员表示 中寮铁路预计要营运23年 也就是要到2044年才会开始获利 中寮铁路计划耗资将近60亿美元 而这项计划的经费有60% 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 目前铁路是由中寮铁路合资公司 获得50年的特许经营权 一旦50年期满就会移交给辽国政府 不过有专家警告 除了铁路的债务之外 辽国还额外的和中国签数高达5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贷款 如今辽国的整体债务 已经占全国GDP的四分之三 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与北约9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通话 再次关切到中国胁迫立陶宛的状况 而最后十国外长强调 在中国对立陶宛政治施压 经济胁迫之际 他们是绝对声援立陶宛 由于立陶宛与台湾互设代表处导致立陶宛对中贸易也频频遭到阻碍 引发欧美多国关切 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各国外长通话时也相当关切此事 并坚定声援立陶宛 另外因应乌俄边界情势升级 北约认为有必要在共同防御成员国上采取一致坚定的立场 并进行跨大西洋合作 由于Omicron病毒的潜伏期比较短 印尼宣布要缩短入境隔离天数 印尼民众从Omicron快速扩散的13国反国 隔离期将会从14天缩短为10天 而从其他地区入境的旅客 隔离天数也会从10天缩减为7天 但是外籍旅客还是不能够从Omicron快速扩散等13国入境 印尼当局表示 Omicron病毒的潜伏期比较短 平均大约3到5天 因此缩短入境者的隔离天数 除此之外 缩短隔离天数也有助于防疫 政府将有更大的量能强化筛减 而隔离的成本也会降低 但仍然呼吁民众要自律遵守防疫措施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晚宇新闻台